其實紅編是一個看得非常的爽快 痛快的作品 大家都說陳果導演是草根導演 他的作品常常反映的港人的心聲 原林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陳果導演的風格 對 其實我覺得這不只是 就這可能也是陳果導演 這麼多電影以來 歷年以來 最爽的一部 爽這個字真的是 大家去看了就知道 真的是只有爽字能夠來形容 就不只是人物非常眾多 然後幾個演員的演技 潤達花 惠英宏 陳雪 那個收放自如的一會兒爆笑 一會兒哀傷 那一會兒又覺得 他好像若有似無在影射什麼 那幾個年輕人都演得非常好 那這個我覺得回到陳果這個導演 大家如果有關注這個導演的話 你可以發現 他從他的甚至是第一部作品 就開始走這個比較黑色幽默 跟社會關懷加以結合的 這樣子一個獨特的風格 從他最早最早拍鬼片 大鬧廣昌隆 那時候好像只是復導 就是比較類型手法的 就已經去談到香港傳統社會裡面的 透過一個三角鏈的鬼 三角鏈的那種鬼怪 女鬼幽魂的這種愛情故事 去反映了社會的狀態 或者是價值觀的變遷 然後到了香港製造更不得了 香港製造只是用劉德華的 就是拍戲的廢片 就剩餘的片 然後就拍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力道的 對於時下青年 或者是當時香港剛面臨 九七回歸轉折的時候 那種社會的惶惶不安 到了去年煙花特別多也是 你看一路過來去年煙花特別多 接下來榴槤飄飄啦 西路翔啦 然後甚至是到人民公廁 光聽片名 你們就我覺得就可以感覺到成果 都會用一種比較幽默 或者是草根 或者是很底層生活的很本土的 香港本土的那樣的一個角度去切入 那或者是不管是場地地獄 或者是人物去反過來看 這個社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所以越到後來就是說 其實到了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那夜凌晨時間地點 從旺角到大埔 旺角到大埔就已經非常具有一個 地理上的特殊性 旺角是大家知道買東西吃東西 一定要去的 那大埔其實是香港發展跟大陸移民的 這個新界的這個最邊緣的城市等於說最邊的地方 大茂山就是是香港最高的地標 然後那開往了紅綿 然後紅綿也是香港最獨特的這個交通工具 還不是雙塵巴士 你想想看這個片子 如果變成雙塵巴士 那也好像就是另外一種情懷了 那這一切其實都反映了成果對於在地的思考 怎麼樣的把他很巧妙的去把這種 對於當下的社會批判 然後香港的精神在哪裡 香港的價值 然後香港人面對了所謂中央政權的 大陸中央政權 或者是新移民啊 陸客啊 我們在反服貌 他們其實比我們更更有更深刻的感受 這些東西的影響之下 真實的香港人的生活是什麼 但是相較於早期香港製造 或者去年演化特別多 這些影片 你可以發現在紅綿這部片裡面 他用一種更為嬉笑怒罵 跟輕鬆娛樂的方式 拉出一個距離 然後來看整個社會的狀態 所以比起以前 其實我們可以說成果更輕鬆自在了 就是更收放自如的去搞笑去嬉鬧 但是依舊以前的那些細微的本土思考 或者是對於香港精神的關懷跟討論 反而變成是更細緻的去融入了一些類型的元素裡面 然後讓大家在我覺得可以說是在爆笑之餘 就是一方面可以看熱鬧 然後你如果瞭解或是瞭解能夠體會他所影射的人物或新聞事件或狀態 背後的意義的話 你又可以看門道 那真的是一部就是說既熱鬧又有深度的很有趣的一部對於香港現今社會關懷的一部很有趣的類型電影 所以真的從紅邊裡面可以看到香港面臨的現實問題 所以其實剛剛元齡也有帶到 就是裡面當中大家做了很多的政治上面的解讀 有沒有再幫我們多說一些 其實我覺得政治的解讀 我都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在香港看的時候 是跟全場的香港電影節的觀眾 然後有一些地方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笑 但是我就發現我旁邊後面的年輕觀眾怎麼笑得這麼誇張 就知道就是我覺得這裡好笑 但是有必要笑成那樣嗎 然後所以散場之後我就開始問朋友 香港朋友就說那是不是背後有鬼啊 這個笑話到是好笑沒有錯 但是背後隱色什麼 那他們才說啊 就是你這就不知道了 開始跟我解讀 比如說對於董建華第一任特首 然後董建華夫人 還有對早期 其實比如說回歸之後大家一開始就說香港五十年不變 然後五十年不變到現在 然後變了哪些不變了哪些 變與不變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然後對於這些人小人物 其實真的五十年不變 可能是薪水不變 然後生活景況不變 那甚至是裡面有一些 譬如說任達華的角色 你可以看到他對於任達華早期在拍那些三級片 或者是拍那個叉燒 就是人肉叉燒包的一些黑色元素的影域 那這一些解讀我覺得 如果拿這些問題去問成果本人 他可能都會都會笑笑 就有啊 你說有就有啊 我也覺得就是說 這些解讀也是這部片有趣的地方 那甚至我們甚至我覺得可以放得更大來看 因為末日啟示這件事發生在香港是一種方式 發生在臺灣或者更大你知道就是福島事件 然後現在接連不斷的這個空難 或者是我們其實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紅麥片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它濃縮成成果對於香港現階段社會狀態的一種反思 娛樂化的類型化的反思 但我們其實也可以把它放大 你把它放到臺北 放到假設臺北變成一個末日的孤島 或甚至放得更大 整個地球 就是說是宇宙行星的某一個孤島的時候 那你面臨了這樣子的一個末日啟示 我們可能乘坐的不是同便是 諾亞方舟或者是什麼太空船 但是那個人性的糾葛或者是裡面所隱含的權力鬥爭 然後對於善惡在末日的時候你的價值觀的拿捏 或甚至是你對於死亡的恐懼 對於親人對於再也見不到的家人的一些懷念 或者是那個那個心情或那個感情是是共同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一方面真的可以濃縮在香港來看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性的或者是社會 具有社會寓意的末日故事 但也可以放大來看 其實香港跟臺灣又何嘗不同 對 真的大家都能夠更加感受到說 我們現在目前面臨的問題 袁林覺得誰適合看紅編呢 這樣講起來其實大家真的都適合看 而且據說這個片子 因為原著小說有一些比較血腥恐怖的部分 然後當初成果在拍的時候 是全部都有拍了 但是做了一些更深刻的討論 但是上演的時候 好像就是因為那個極數的考量 有部分有做刪減 或甚至是噴馬賽克 所以呢 就是他可能也是 就是說只要不是六歲的 這個六歲寶寶 可能長大一點可以看 否則實在我真的覺得 就是說他真的蠻適合大家 說合家觀賞 可能不是這麼的具有同趣 但他真的是適合各個年齡層 你可能就像坐上紅編 是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 男男女女牢牢少少 然後盲目無目的的青年 或者是奮發有為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就是懷念男女朋友的 就是那個眷戀與感情的 各個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所以我相信我們應該都可以在紅編上找到自己的座位 今天非常感謝元凌幫我們分享紅編 謝謝元凌 謝謝謝謝大家